中央出手的事实依据是 香港内外敌对势力所作所为 已经造成香港长时间乱举 并且危及国家安全 而且有关活动及其危害 大有愈言愈力之事 特别是去年六月秀丽风波发现几年 一些人持续进行各种暴力活动 阻塞交通 毁坏地铁 围堵机场 四处重火 大砸商铺 用杀伤性的凶器袭击警察 对普通市民善用 施行 他们还时常制造枪械弹药 抗击力性炸药 在公共场所放置暴大装置 表现出明显的恐怖主义反对倾向 性质更严重的是 一些组织和个人 明目张胆地鼓吹港独自觉等言论 并误入和焚烧国旗 误审国徽 冲击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特别性民居立法会 和政权机构 甚至叫嚣武装建国 广场立宪 一些外国势力和台湾势力 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预香港事务 这些活动不仅严重危害香港社会稳定 另外面对这样的情势 能够设想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可以坐视不履 或者缩手无策吗 他们把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克制忍让 当作软弱可欺 说得太过分了